Hello 大家好 我是Winbob 上個月掃地機銷量最高的石頭 召開了一場2024全系列的產品發布會 展示了今年陸續會推出的產品 其中就有Qrevo系列規格最頂的Qrevo Master 以及最平價的Qrevo S 所以今天我們就帶大家來看看 石頭掃脫機器人頂規版以及入門版各自的特色 那最後我再來告訴你如何挑選 OK 那就不囉嗦 我們就來開箱吧 Let's go 好 直接看到左邊黑色款的是 AI雙臂黑曜霸主Qrevo Master 那右邊則是全系最便宜Qrevo S 全能洗脫轟吸批女王 那長得很像 但是完全不一樣 先登場的是Qrevo S 特別適合預算有限的朋友 那全系列售價最親民 但是功能同樣強大 擁有八大頂級功能 不僅擁有7000PAT的超大吸力 雙旋轉仿真人加壓拖地 採用防纏繞全橡膠組刷 避障的部分採用 Reactive Tech LDS導航快速箭圖 以我家25坪的公寓來說 它只要10分鐘就可以完成箭圖 而且它會依照房間來自動分區 那我這邊來擺正測試給你看它的避障能力 它可以閃開拖鞋 杯子 零食 包裝等等 它可以閃過高於2公分的障礙 那低於2公分的話 它只會試圖跨越 那雷射它同時也具備暗處閃避的優點 所以它不開燈也可以閃避障礙 Q62-S也內建超音波地毯識別系統 它可以自動抬升拖步1公分 避免弄濕地毯 再搭配10合1的充電清潔站 可以做到解放雙手 它內建自動回起拖步加自動集成 加45度雙通道熱風烘乾拖步 它有超大容量的水箱 裝一次水大概可以一週不用換水 這一點跟Q62-Master的規格是相同的 它在保養維護更是輕鬆方便 你取下磁吸面板 可以看到Q62-S採用超大的集成袋 最多可以用2個月不用倒垃圾 如果你要省到極致 可以用吸塵器把它伸進去袋子裡面吸一吸 把垃圾吸一吸 連集成袋你都不用換 下面的可拆式底盤也很方便 你只要把它拆下來 你就可以拿去水龍頭那邊輕鬆保養 不會發臭 不會积水 再來我們來看到重點角色 石頭Q62-Master AI全能雙臂黑曜霸主 Q62-Master在整個家族定位 它的規格僅排在S8 Max V Ultra之下 屬於次頂級款 第一個是它有AI仿生動態伸縮邊刷 那以往我們在掃拖過程中 由於結構設計的關係 傳統掃拖機很難清除邊角的灰塵毛紡 它會很容易堆積在牆角縫隙 那這一次Q62-Master在右前側多了仿生動態伸縮邊刷 當掃地機走到牆角的時候 就會自動伸出邊刷 幫你把角落的灰塵挖出來 角落的涵蓋範圍就可以達到100% 那這個邊刷伸出的時機很微妙 只有在牆角的時候才會伸出 平常都是縮起來的 是非常人性化的設計 那第二個是仿生動態伸縮機械臂 它前面的手臂是延伸掃地範圍 那後面的機械臂則是延伸拖地的範圍 當Q62-Master走到牆邊 它就會自動伸出脫步 達到98%的沿邊清潔覆蓋範圍 你看這一趟走過去完全無死角 整個掃脫都非常乾淨 那我們把脫步拆起來看 它機械臂的弧形軌道 這個圓盤脫步都是可以磁吸拆裝 再來我們翻過來看 Q62-Master採用1萬帕的 Hyperforce超強吸力 而且它那一件動態升降的雙橡膠主刷 它可以用正反方向捲入髒污 而且它同時內建安全隱藏刮刀 可以割斷毛髮避免纏繞 在掃脫的過程中 主刷會自動抬伸 可以幫助掃地機器人輕鬆跨越障礙 避開濕的垃圾 那清掃的時候也會更加的靜音 在家庭掃脫的過程中 家庭污垢會免不了油污 那對付油污當然就是熱水最有效 所以Q62-Master它自動清洗脫步 可以動態三段式調整水溫 60度50度跟常溫 那不只是脫步洗得更乾淨 也可以消滅99.99%的細菌 而且我覺得很聰明的是 在App裡面可以自動調整成智慧洗布 Q62-Master會自動辨識髒污 如果比較髒它就用熱水洗 那不髒就可以用常溫來洗 那這樣的優點就是特別的省電 在整個掃脫完成之後 它會自動進入熱風烘乾程序 那它是雙通道的熱風烘乾脫步 讓脫步乾得更快 那避免發生異味而發霉發臭 那你看我這樣子熱水洗脫步的前後差異 真的是差非常多 再來我們講到AI Q62-Master它真的是比較聰明的一台機器 它會自動辨識髒污並且加強清掃 比如說我們今天家裡開Party 地板上就特別的髒 那你在App裡面去勾選自動複洗複脫 它就會針對特別髒的地方 進行兩次脫地然後自動回洗脫步兩次 同時我要特別說一下 Q62-Master真的從來沒有讓我去救過它一次 一次也沒有 因為它搭載的是Reactive AI 2.0 智能障礙辨識 它內嵌RGB相機以及3D結構光 它可以辨識多達62種物體 它遇到障礙物它就會自己閃開繞過 就算是電線、襪子、口罩 這種很細小的物品也都沒有問題 在手機上面也會顯示這一次掃多行程 中間遇到哪些障礙 那Reactive AI就會幫你把所有的障礙都記錄下來 那你回家你就可以知道哪邊沒有掃到 而且它不受環境光的影響 它進入暗處沒有開燈的環境 它會自己開補光燈 然後照亮環境 所以Q62-Master真的是做到完全不卡障礙 連最容易卡住的電源線 它都可以輕鬆閃避 它的操作方式有三種 包含機身按鍵、App以及AI語音聲控 那你只要說出Hello Lucky 那Q62-Master就可以依照指令進行清掃 Hello Lucky 我在 過來清掃 讓我看看你在哪 請原地稍等 找到你了 馬上開始清潔 你可以讓你下喔 你看它一叫就來 比我兒子還乖 我兒子現在都叫不動 如果你家裡是有寵物或是請保母在家顧孩子的家庭 那你也可以透過App開啟即時視訊通話功能 那你每次開啟輸入密碼 就可以跟Q62-Master進行遠端視訊通話 很方便又很實用 那你有了這個RGB鏡頭 又有麥克風 又可以AI辨識環境 所以Q62-Master就可以做更多事 比如說它就可以自動識別貓狗寵物 那在清掃過程中 可以用寵物快照的功能 幫你拍下毛小孩 看完掃多機 我們接著回頭過來看Q62-Master的十合一全能清潔座 這個清潔座除了自動集成、自動換水、動態熱水洗 加熱風烘乾多布 那它超大容量的水箱 也可以減少換水次數 我家大概是一週換一次水 打開前方的磁吸面板 它配備超大的集成袋 最常可以累積兩個月不用倒垃圾 自動洗脫布很方便 污水會跑清污水箱 那大的污垢 久了會留在底盤 所以它採用可拆式的清潔槽 大概半個月拿去洗一次 維護真的是超級方便 那另外它也支援離風節電 加3.5小時的快充 台電不是說半夜用電比較省嗎 那我就可以設定少多機回家清潔 半夜才開始充電 這樣子比較省時間又可以省錢 好看完這兩台的介紹 最後我來跟大家分享 石頭家族全系列的掃脫機要怎麼選擇 那這邊我來附上石頭家族全系列的 規格售價比較表 那沒有預算限制的話 當然就是S8 Max V Ultra 它的功能全部都有 你什麼都不用管 但是如果你預算有限制 要滿足最低需求的話 那該怎麼挑選呢 那石頭這一次很貼心的 將所有的功能逐向增加 那你可以依照需求 找到自己最適合的機種 頂規版的QRule Master 它擁有前後雙臂 1萬帕的強大吸力 可以搞定地毯環境 再加上RGB的結構光鏡頭 可以完全無視障礙 還有寵物友善 加上十合一全自動清潔站 它可以完全的把地板100%清掃乾淨 入門版的QRule S 就真的很適合小家庭 沒有寵物 家裡是木地板或是磁磚 然後平常地板也會收拾的環境 那你只要交給QRule S 自動掃脫 讓家裡九層的面積 拆起來乾淨 如果是以我家來說 我覺得QRule Max V 對我來說CP值是最高的 又可以滿足最低的需求 因為我家的環境 是全是木地板 但是沒有地毯 然後我家也沒有寵物 那電器跟電線特別多 然後又很難把家裡收拾乾淨 小孩整天亂丟東西 地板常常黏黏的 所以我就需要有鏡頭 伸縮脫步 可以滿足我不用收拾 又可以完全清掃乾淨的需求 至於吸力的部分 我覺得7000P對於硬地板 沒有地毯的環境來說 非常夠用 所以我覺得QRule Max V 反而是比較適合我家的環境 好 以上是石頭家族的年度機種分析介紹 那2024年石頭家族的機種 每一款我都有開箱過 如果大家在選購上面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留言 我來幫你分析到底要買哪一款 好 我是雲霸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HE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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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